WEN I THOUGHT WE WERE JUST WALLING UP YOU WOULD TURN IT SO COLD 哈囉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新的一期陶利塔克副影片 本期我會帶大家一一看過最新的官方直播內容 其中包含了新的槍枝 新的BOSS以及版本更新還有洗白等等的消息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直接進入主題 那在直播一開始他們有提到關於Twitch Rival 就是在上個禮拜在Twitch舉辦的實況主比賽的相關消息 比如說如何改進啊之類的 以及問實況主回饋等等 但是因為不太重要所以我們直接進入第一個主題就是邪教圖 邪教圖的部分呢 希塔仍然沒有說什麼時候會更新 他沒有告訴我們是0.12.5.6或者是0.7 因為他希望他這東西可以保持神秘感 就是當他巧巧釋出的時候我們可以走在這個 比如說走在海關然後突然後沒有草叢的聲音 然後突然有一個人摸過來然後想要拿刀刺我們之類 他希望保持一種神秘感 但是就我看來依他一直提到邪教圖的消息來看 那離邪教圖出現的日子大概也已經不遠了 接著是0.12.5的消息 0.12.5我們已經確定不會有新的東西加入 不會有新的槍 不會有新的蛋挂等等的 但是會有很多新的功能 像是新的戰後治療系統 你不需要繼續用自己的補品去補血 你可以直接去therapist那邊 然後他有一個幫你補血的功能 幫你治療的功能 還有新的濾鏡是由BSG自己做的 你不需要再用Navidia或者是任何reshade之類的濾鏡 那他會把那些濾鏡ban掉 然後會釋出一個關於BSG自己做的濾鏡 那還有新的就是 會有更詳細的死亡數據 就是譬如說你怎麼死的啊 然後可能被什麼槍打死的啊 他們有提到會做相關的數據出來 如果你有玩過最新的射擊遊戲瓦羅蘭的話 就是類似他的那種系統 可能告訴你說你胸口被打幾槍啊 或者是你這一個哪裡受到多少傷害啊等等的 那0.12.5官方有說會在下個禮拜 就是4月27號這個禮拜更新 然後他們會說希望是在這個禮拜的 禮拜一或者禮拜二就是 就是盡早更新 但是就BSG來說的 以這個長期玩塔克夫的這個玩家來看呢 那或許有可能會到禮拜三啦 或者禮拜四對 但希望他下禮拜就可以把0.12.5更新好 接著是0.12.6的消息 那KIDA表示希望能盡早 有可能是一個月 或者也有可能是兩個月 反正希望能盡早更新 那0.12.6會是有wipe的版本 是全wipe就是 呃你的任務啊你的技能啊你的錢啊你的倉庫啊 然後全部都重置就是會完全的洗白 對那 最主要特別需要提起的地方就是 黑色會改成只能fine in raid 就是你們知道你們在 遊戲裡面撿到東西的時候 右下角它會有一個勾勾 就是一個白色的這個圓圈然後會打勾 然後如果是你的任務道具它會變成黃色的 然後一樣是打勾 對那就是fine in raid 如果是玩家帶進來的你不會看到fine in raid的那個標誌 對那黑色會改成只能fine in raid 就是你必須要去裡面撿東西才能賣 你沒有辦法去商人那邊 把這個 把 譬如說子彈啊全部買光 然後再 這個炒價格賣出去等等 這個會很大的影響 整個這個黑色的運作 但是 有一個讓我堪憂的地方就是 你知道像是改槍任務啊這些的 會變得非常非常難做 光是像是阿薩斯 阿薩斯這個東西在前期你基本上要取的 你就是只能撿到 阿 有些玩家到了這個 就是 peacekeeper他的那個任務解完之後 他可能會賣個150萬然後讓你去解對 但是如果只能用找到的去 賣然後只能用找到的去改的話 那阿薩斯一把賣到就算100萬 200萬我都覺得相當的有可能 總之 我覺得應該不會是個太差的改動 但是有些會讓我有點 遊行的地方 對 那 這個 0.12.6 雖然會wipe 但是你不需要重新檢驗所有的物品 就是每次洗白的時候 你不是都要去商人那邊 然後一個一個點 然後把東西全部檢驗過嗎 這次你是不需要的 然後 武器預設系統 你做好 就是 你 預設的那些 武器 就是譬如說你 滿改的AK 滿改的M4 那些 那些 配置也是不會重置的 然後他們有提到新的聲音系統 Steam Audio 有可能在0.12.6上 但也有可能到0.12.7 他們有說過 他們測試過這個系統 AKITA非常的喜歡 說做得很好 然後他們也知道現在的聲音系統很差 所以希望 這個新的聲音系統出來之後 可以很大的改變 這個 你知道塔可夫有時候聽不出來上下 只能靠材質分辨的問題 然後他們也有說他們會重新平衡經濟一下 是地圖上會有更多地方可以root 然後高價值的區域可能會有這個SCAV去守著 就像這個近期這個海關邪教房的改動 你知道嗎 就是三樓可能會有很多SCAV在那一走來走去的 可能之後會有更多高價值的區域會有SCAV守著 對然後也會有更多高價值的區域 然後0.12.6還有一個重點就是Custom地圖的擴張 這裡我會給大家看幾張圖 然後其中也包含了像是Rishala 新的Rishala重生點 就是現在Rishala會出在 新加油站的後山以及宿舍那邊 那會有一個類似於他的這個 居住點的地方 就是有點類似你們知道 新的interchange不是可以刷卡 然後進去Kia的房間嗎 會有類似Rishala的居住地 然後也是他一個會重生的地方 對所以我非常期待0.12.6 Custom的擴張 就是會多一些新的地點 以及一些舊的可能進不去的工廠之類的 你會變得可以進去 總之0.12.6我非常期待 接著是0.12.7 0.12.7最主要的就是 Shoreline的新Boss會在0.12.7出 然後他們也有在這次的直播中 有釋出就是關於 這個 Shoreline Boss Sanita 他的專屬藥劑 你可以從圖中看到就是有一些他自製的藥劑啊 什麼的 目前還沒有辦法完全知道他們的功能 不過應該會有一些蠻有趣的效果 然後再來是技能的重做就是可能會有更 就是譬如說像是耐力啊 力量啊這些就是重置過 然後現在有點這個 有點難練的這些技能 會有這個重置讓他變得更好練 或者是整個技能的效果可能會有所改變 他並沒有這個詳細的說明 反正在0.12.7的時候會有技能的重做 然後同時他們也會新增兩個與藏身處有關的技能 對那這個是目前關於0.12.7的這個消息 接著是官方釋出的一些圖透 然後首先有大家很期待的M.E.911這把槍 然後這把槍其實他有在推特發一些 就是在遊戲裡相關的動畫 不過約太長了所以我就只丟圖 然後還有像是UMP45這把槍 然後還有三種不同的USP 就是你在玩CSGO的時候反恐拿著這把消音手槍 USP會有三種不同的版本 然後還有像是這把有點像是RFB的槍 我不太確定有可能是RFB 然後還有PPSH-41拿就是吃7.62x25的波波砂 也都有在這次釋出一些圖透 然後當然還有一些這個新的子彈 像0.45子彈也會跟著這些M.E.911一起上線 那接著還有新的這個M4 Mod 然後還有像是一些塔可夫街道的圖片 然後也會有新的衣服、新的褲子 然後新的背包是SCAF會背在身上的那種包包 然後還有新的實況主道具 Smoke的實況主道具 然後也會有新的熱感 這個是俄羅斯的熱感 那他們有說當遊戲內熱感大概有六七種的情況下 他們會去重新檢視熱感並且重新平衡它 那以上就是本期官方塔可夫直播所提到的內容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不要忘記按下喜歡並且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另外我也會在每天晚上的8點到12點在Twitch開塔可夫的直播 如果你對於塔可夫有任何問題 或者你想要學習看我怎麼打塔可夫的 都歡迎來我的直播找我 我會把網址留在下面 我們下次見囉各位 吧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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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